那接着我们进入第四点 存货的计价测试 存货的计价测试呢 关键就是看它的单价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前面说 我们针对存货主要是 第一针对它的数量做什么程序 第二针对价格 因为数量乘以价格最终得到存货的金额对吗 那这一块我们就要重点讲 我们针对它的价格做什么程序 针对价格做这个程序呢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它的重要性没有我们前面数量那么重要 好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作用 键盘程序主要是针对存货的数量予以确认 以验证我们财务报表存货余额的真实性 还需要对我们的计价进行审计 那我们在计价进行审计的时候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被审单位所使用的存货 单位成本是否正确 我们看一下单位成本是否正确 也就是单价的问题 好 第二个是 它是否恰当气体了存货低价准备 第二个我们要关注 它有没有按规定按要求 具体存货低价准备 在这要注意 在对存货的计价实施细节测试之前 注册会计师通常需要了解 被审单位本年度存货 计价的方法和以前年度是否保持一致 如发生变化 变化的理由是否合理 是否经过时当的审批 你看我们被审单位它的存货计价法 可能根据它具体的情况 每个单位采用是不一样的 如先进先出发 如后进先出发等等对吧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计价方法有没有变化 那接着我们来看具体的程序 具体程序这块考评不高 好这是一颗星 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针对原材料的单位成本 注册会计师通常基于企业的原材料计价方法 如先进先出 加券平均 然后结合原材料的历史购买的成本 测试它账面成本是否准确 然后测试的程序包括什么呢 可以核对原材料采购的相关品质 那针对产成品和再成品的单位成本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成本核算过程实施测试 你看我们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原材料 对吧 原材料我们主要是测试它的相关的采购的品质 如合同啊 采购订单啊 发票呀 还有一类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产成品和再成品 产成品和再产品呢 我们就要对成本核算过程做测试了 核算过程做测试 其实这也就用到我们采贯的知识对吧 测试嘛 我们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制造费 以及生产成本 在我们当期完工产品和再产品之间的分配的测试 那么这块内容了解一下就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不是采贯啊 不会考那么细致 那么专业的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道主观题 看一下考试 对我们这一块怎么考的 这是2020年的综合题 那我们关于提头 我这块就不念了 我们念核心内容 4.4 A作词快理师在审议工作的底稿中 记录了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实施情况 部分内容栽禄融下 第三 假公司采用标准成本法核算产品的成本 在测试产品成本时 A作词快理师将成本计算当中的 产量和标准成本数据和生产部门的产量记录 标准成本清单进行核对 你看这个成本计算单往往是我们财务部的 他拿着财务部的产品计算单当中的产量和标准成本的数据和生产部门的产量记录 以及标准成本清单做了核对 你看财务部的和我们生产部的一对了一下 然后又检查了实际成本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我看一下你的实际成本到底怎么解算出来的 你有哪些资料有哪些数据 我对这些支持性文件做了检查 以及成本差异的计算分配和账务处理 我对你的成本差异 你的计算你的分配和账务处理 我又全部做了检查 你看他该检查的基本上都检查到位了对吧 我不是光看一下你的财务部的产量和标准成本的数据 我重新计算了就完了 没有 而是我拿着财务你的成本计算单和生产部门相关的原始数据一一做对比 看有没有问题 好这是第一 第二是我又检查你的实际成本 你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由该检查都检查到了 这要注意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相关支持性文件 意味着该检查资料全部都检查到位了 好第三他又做了什么呢 对成本差异的计算分配和账务处理又全部做了检查 你看基本上该检查的全部检查完了 所以这块是恰当的 没问题的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点 存货低价准备的测试 那么这块比我们的成本那块的测试呢 相对来说星级就要高一点 因为我们成本那块测试呢 第一他特别的专业是往往是我们财管相关的知识 而我们现在主要是考审计 所以对那块考试高 第二个是在我们实物当中 实际上成本的测试难度是很高的 由于这块难度很高 我们只是一个职业资格考试 没有必要在那块考那么深 所以对我们的成本这块考试的时候 考的不多 一颗星熟悉就可以了 但是低价准备这块 它是两颗星的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那做此考试师在测试存货低价准备时 需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测试 注意我们要测试两方面 第一识别需要计题低价准备的存货项目 第二检查可编进制的计量是否合理 注意我们首先要看 你这个存货到底要不要计题低价准备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审计的就是一家粮食生产企业 它现在进了一批原材料是玉米 它把它加入玉米面 以及玉米的产品等等 你看这玉米都发霉了 都腐烂编制了 那么这种情况它必须应该计题存货低价准备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要识别出来 你是否需要计题 然后第二是 如果你计题了 我看一下你的可编禁止这块的计量 对还是不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识别需要计题低价准备的项目 那做此会计师可以通过询问 管理层和相关的部门 了解背试 审计单位如何收据官滞销或时成就回损残次存货的信息 并未知计题必要的存货低价准备 好 这是第一个就是 我们问一问 你们管理层 以及你们相关的部门的员工 你们是怎么收集这些出现特殊情况 需要计题存货低价准备的 这种存货的相关信息的 第二 如果被审计单位它编制的获零分析表 则可通过审阅分析表识别 直销或成就的存货 你看有一些单位 他们往往管理是很规范的 凡是入库的存货 全部都有对应的获零分析表 假如这个存货 它已经在我们仓库待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了 那么这类存货 我意味着啥 很可能早就过时成就了 对吧 那这样的存货就需要计题存货 低价准备 接着注册会计师还要结合 存货键盘过程中检查存货的状况 而获取的信息 以判断被审计单位的存货低价准备 计算表是否遗漏 好 这是关于我们识别 有哪些存货项目需要计题低价准备 那我们这里面讲的第三点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讲存货键盘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过 对吧 那我们在存货键盘的时候 为什么要检查 就是要看 有没有什么过失啊 腐烂啊 成就啊 毁损啊等等的存货 如果有的话赶紧记录下来 就为我们后期的存货低价准备 相关的程序 点击一个基础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类程序 检查可变性净值的计量 是否合理 你看第一步我们是识别出来 有哪些项目需要计题 那么第二步就是 针对这些需要计题的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可变性净值的计量 这块有没有问题 那在存货计价审计中 由于被审计单位对期末存货 采用成本和可变净值 熟低的方法进行计价 这是我们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所以注册会计是应充分关注 对存货可变净值的确定 以及存货低价准备的集体 而可变性净值呢 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的售价 减去完工时 评估要发生的成本 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以后的金额 这要注意 我们的可变性净值 一定是它可估计的售价 还要减掉 这个过程中还要发生什么存本 然后发生什么销售费用 还有相关的税费 把这三个都减掉以后 得到的才是我们的可变性净值 那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性净值 应当已取得的确凿的证据为基础 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影响的因素 做此会计是应抽样检查 可变性净值确定的依据 相关计算是否正确 你看 我们计题存货低价准备的时候 往往是用它的成本 和可变性净值两者输低 对吧 假如说现在被谁 大家有批存货 那它的成本是1000块钱 我们算单价1000块一吨吧 可变性净值呢 它预计的售价是800块钱一吨 那是不是可变性净值就是800呢 注意不是的 你还要注意 这个800块钱只是它的售价 还有什么 还有这批存货 在销售的过程中发生的销售费用 还有它的相关的税金 以及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 你要把这几个全部减掉以后 才能得到可变性净值 不能以它估计的售价 就作为可变性净值啊 如果把其他的因素都考虑完以后 很可能可变性净值就是700了 这样它应该计题的低价准备 就应该是300元 好 说的就这个意思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到立体 2020年真体 制造业企业甲公司 是ABC会计事务所的 常年审计客户 AZOS会计师 负责审计甲公司 19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部分 事项中下 注意啊 它已经提头说了 它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那第一 在测试2019年度营业成本时 AZOS会计师 检查了成本核算系统 结算营业成本的设置 并检查了财务经理 对营业成本计算表的 符合审批记录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 甲公司19年度的营业成本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AZOS会计师 他做的是什么程序 首先他检查了成本核算系统 结算营业成本的设置 也就是看看 他这些系统的参数 怎么设置的 他内在是什么样的 一个生存逻辑 他检查了一下 这块是什么 注意他做的第一个动作 是控测试 对吧 这是典型的控测试呀 第二 他又检查了财务经理 对营业成本计算表的 符合审批记录 他做的第二个 还是控测试 注意他做了两个 全是控测试 然后去此就认可了 甲公司19年度的营业成本 这个做法对吗 你看我们这道题的提头 说了它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对制造业企业来说 营业成本可是重大的项目 而我们在第八章 就给大家一再强调 只要是重大的交易 账户有何披露 应当实施 实行程序 他做实行程序了吗 牙根没做 他做了两个 全是控测试 所以这块注意不对啊 我们来看来 不恰当 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成本 通常涉及重大类别的交易 应当实施 实行程序 他没做实行程序 注意是不对的 他全部依赖控测试 肯定不行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ASUS会计师 取得了甲公司 19年末存货 低价准备的明细表 好 这是关于我们刚才 讲过的低价准备 测试了明细表当中的 存货的数量 单位成本和可变性净值 然后检查了明细表的 计算的准确性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年末的存货 低价准备 你看 他拿到了他的明细表 然后测试了他存货的数量 他首先把他的数量看了一下 然后单位成本也看了一下 还有可变性净值 他也测了 又检查了明细表 计算的准确性 注意 他拿到明细表的时候 把他准确性看了 结果满意 认为这块没问题 这个对吗 注意 他少测了一项 少测了什么 完整性 别测了 因为啥 其实我们存货 低价准备这块 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我不计题 该计题我不计题 第二个就是我少计题 对吧 所以他拿到他的一个 存货低价准备的明细表 他首先应该测试他的 完整性 看有没有少 有没有漏 接着再考虑 他的准确性的问题 对不对 你看他直接只检查了 他一个准确性 他没有测他的完整性 那很可能本来应该是 要对十个存货 要对十个存货 记提一百万的存货低价准备 但是现在呢 他只是记提了八个 只记提了八十万 还有两个二十万的没记提 对吧 因为他少计了呀 所以你首先要考虑 他的完整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少计量的记 然后再做其他的 好 A组策会计师取得了 生产部门提供的 产量统计报告 和人事部门提供的 基建工资标准 评价了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据此计算了 直接人工成本的预期值 这个做法对吗 来我们注意把这道题 和我们刚才的第二道题 做一个对比啊 你看 这道题是 对我们人工成本 做分析程序 由于这个工人是 基建工资 所以他取得了 生产部门提供的 产量统计报告 这是生产部门的 然后呢 又和人事部门的 基建工资标准取得了 你看 产量假如说是 1000个 基建工资标准 每个是7块5 那么这样就得到 7500对吧 好 他以此来测试 这个人工成本 到底有没有问题 但是他测试了之前 还评价了相关信息的 可靠性 意思是 他在对产量的统计报告 和基建工资标准 做测试之前 首先看来看 你给我提供的 产量统计报告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少计 有没有漏计 有没有数据上 出问题的情况 那对我们的 基建工资标准 他也做了 同样的程序 也就是评价了 这块的可靠性 可靠性评价完之后呢 这样来计算出 我们的预期值 7500 那对吗 完全没问题 因为我们在前面 一再给大家强调 我们拿到被审单位的 任何的数据资料和文件 必须要验证它的可靠性 这可靠性 一指完整性 第二指准确性 而你看我们前面的第二题 他拿到的是 他的存货 明细表 对吧 那他只检查了 他的计算的准确性 他有没有检查到完整性 没有 我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两者共同构成 是否可靠 所以我们的第二题 注意是否恰当 第三题 就是恰当的 好 这就是我们真题 对我们存货 低价准备 以及成本测试 这块主要的一些考核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点 针对存货 相关5B风险 采取的应对措施 至于这块内容 是我们2023年新增的内容 由于是我们教材 今年新增内容 所以今年可考的概率 是很高很高的 同学们一定要高度关注 它第一 可能考客观体 第二 可能考主观体 两种提醒 都有可能设计的 如果识别处理存货 相关的5B风险 作词会计师 可以特别关注 考虑实施以下的程序 那我们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是针对 虚构存货的5B风险 第二是针对 帐外存货的 相关5B风险 那虚构存货 实际上针对的什么问题 针对的是存在的问题 帐外的存货呢 实际针对的是 完整性的问题 也就是 第一个是 多记了 无中生有了 第二个是少记了 转移到账外去了 下面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针对这种虚构存货 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第一 根据存货的特点 盘存制度和存货的内部控制 设计和执行存货 尖盘程序 这还是要做好尖盘 第二 关注是否存在金额大 且占比较高 酷龄较长 周转率低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等情形的存货 分析评价其合理性 那我们就要特别关注一下 假设我们拿到 被审议单位 它的存货清单 我们发现有20%的存货 它的库龄已经达到三年以上 大家想想 那存货在仓库里存三年 规律都长毛了吧 对吧 因为库龄很长 而且周转率非常低 是低于同行业的 并且金额还蛮大的 占到了20% 对这类存货 我们就要想想看了 它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 有没有可能是虚增虚构的 来配合我们收入相关的 务必造假而虚增虚构的 那第三 严格执行分析程序 做好分析 检查存货结构波动的情况 分析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 然后评价产生品存货与收入成本之间的 匹配性 那么这里就是考虑 我们收入和成本 以及和其他报表项目之间的 勾集关系 大家想想 我们的这个会计分析怎么做的 借营收账款 或者银行存款 然后代主营有收入 对吧 然后借主营有成本 代存货 银行存货 跟我们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是有这样天然的勾集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分析之下 他们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异常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异常有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要深入的调查 好 这是分体程序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点 对异地存放 或第三方保管 或控制的存货 严格执行 喊证或异地 牵盘程序 那么这一点 其实我们在特殊情况 也讲到了 对第三方保管的存货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多了 第三方仓储平台的兴起 对吧 像我们很多的电商平台 这上面的商家 几乎都是第三方保管的存货 如果有这种 第三方保管的存货 一定要严格执行 含证 含证是首要考虑的程序 如果做不了 我们再考虑 做键盘 以及利用它们报告等等 而且我在前面 也给大家再三强调 对中第三方保管的存货 一定要评价 它商业理由 是否是合理的 它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你看 假如说 我们省级的假公司 它是属于长三角的 那它的客户都在长三角范围之内 你看长三角是包邮区 这种运输费是比较低的 对吧 而现在呢 它却找了一个租三角的 第三方存储平台 来存放它的货物 这个正常嘛 你看 假如说 我们长三角 安徽的一个客户 订购了它相关的产品 这时候 它从租三角发货 再发给安徽 这路上的运输费多高呀 对吧 它这样安排 第三方的存储平台 来保管存货 往往是不正常的 我们就要考虑 它有没有可能出现 舞弊 有没有可能是造假 否则的话 这么高的运费 那无形中 就会增加我们产品的成本 这让我们产品 就不具有竞争力了 对吧 所以 对我们第三方保管存货 你还要注意 关注它的一个商业理由 要评价 它是否符合 我们正常的商业逻辑 好 对这块 我们要简化记忆一下 键盘分析和第三方保管 你看 就是做到这三块 第一个键盘 第二第三都是分析 第三块 就是我们对第三方保管 一定要严格置信 罕证 或者其他的程序 接着我们再针类第二类 针对账外存货 相关的舞弊风险 那我前面说了 你看我们第一类 这类是虚构存货 这个往往是 针对存在认定 而第二类呢 是针对完整性认定 少计漏记的问题 那在其他的资产审计中 关注是否有转移资产 形成藏外存货的情况 看看他有没有 把我们一些存货 转移到表来去了 第二 关注存货的盘亏 报废的内部控制程序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们单位对盘亏 报废 这块是怎么管理的 关注是否有异常的 大额存货的盘亏 报废的情况 我们看看有没有那种 非常反常的 一大批大批的盘亏 和报废 第三在存货 监盘当中 关注存货的所有权 及完整性 那我们在 监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所有权 有没有问题 它那个货 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虽然说我们前面 给大家说了 我们在做存货 监盘的时候 是不能为我们 所有权提供 全部的证据 只能提供部分 但是能提供一部分 是一部分 对不对 完成性也不能提供 全部 但同样 我们是要关注的 第四 关注是否存在 多截转成本 多报豪用的数量 少报残存品 入库的方式 形成账外存货 你看 本来没有截转 那么多的成本 但是我却把它 多截转了 然后多于这块的存货 我就可以形成 账外的存货 本来没有豪运 这么多的数量 我正常指的豪运 是800个 我却报了1000个 这样就多了200个 我把它200个 优势凝成账外的存货 那这几块都要 多关注 好 对我们这个 完整性的问题 我们来看 给大家做了一个 简化机 关注转移的资产 盘亏 报废 多截转 都好用 这几块的问题 好 我们第十一章内容 全部讲完了 下面呢 给大家做一个 总结回顾 那我们在开篇 就给大家说了 十一章呢 非常重要 几乎每年 会考主关题 有些年份 也会考到客观题 我们第十一章 内容很多 然后计量又非常之大 这要求同学们 在对我们 第十一章内容 记得说 一定要分段 按照流程 来进行记忆 要不然特别容易 记不下来 或者记错 记混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 回顾总结一下 那我们主要 回顾 我们存货 尖盘部分 我们的尖盘分为 准备阶段 计划阶段 还有我们的 执行三大阶段 首先把这三大阶段 弄清楚 那我们来看 准备阶段 键盘的作用 是获取存货 存在和状况的 审计证据 针对的认定 这块重点要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 针对存在认定 然后对我们准积分 和权利义务 只能获取部分的 审计证据 这点一定要注意 不要觉得 我们存货键盘 可以为准积分 还有我们的权利义务 获取全部的证据 只能是部分 如果我们要确定 它准积分 到底有没有问题 它的权利义务 有没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配合 其他的审计程序 那接着是 我们要明确 双方的责任 双方的责任 这块很爱考主管题 一定注意 盘点是被审 单位管理层 他们的责任 键盘才是 我们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千万不要注册会计师 分成普普的 帮他们去盘点 这点一定要和实物分开 然后接着我们看 公路的要求 如果我们存货 对报表是重要的 应当在现场做键盘 这点一定 一定要注意 在现场做键盘 不能是他盘完了 然后我过去 拿一个盘点表单就完了 绝对不可以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第二个阶段 计划阶段 那么我们在计划的时候 基本要求就是了解 评价 周密计划 我们考虑的事项 一共有七项 首先考虑我们的时间 还有考虑内控等 那接着呢 我们要重点关注 这个地点的问题 也就是键盘地点的问题 对有键盘的地点 一定要注意 我们首先要获取 完整的存放地点的清单 也就是要验证 它的完整性 备审单位 假如说 它一共有十个仓库 但是它给我们提供的 清单上只有六个 那还有四个仓库 它有意隐瞒一楼 大家想想 它为什么会 隐瞒一楼 往往都是有问题 毛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拿到 备审单位 给我们提供的 地点清单 我们一定一定要 先验证 它的完整性 而我在以前 给大家说过 我们拿到备审单位 任何的数据 资料和文件 必须要验证 它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那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存活地点清单 没有准确性的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个地点清单 它不存在什么 准确不准确的问题 对吧 它又不是 我们的存活地价 明细表 要计算一下 它的数字 有没有算错 所以这只考虑完整性 注意一下 那我们可以 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以询问 可以比较 可以自然检查 我们可以检查 它相应的单据 还有租赁合同 还有房屋建筑物等等 那接着是 我们确定完完整性 它一共是十个仓库 我们根据 重要性和风险 来确定 键盘的地点 我们键盘的时候 并不是全部键盘的 我们可以根据 重要性 以及 重大错号风险 来确定 键盘哪几个仓库 如果风险大 我们就多键盘 如果风险小 我们就会少键盘一点 这里要特别注意 如果出现舞弊的问题 我们可以对特定的仓库 或特定的时间 做键盘 以及全盘 如果是连续审计的话 要注意 不要让对方摸准了 我们的套路 我们要变更地点 好地点这块是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的 要重点掌握 那接着是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这块 有目标范围 时间要点 人员分工和抽盘范围 这块内容有时候考 客观题 要把它记一下 好 我们接着进入第三个阶段 执行阶段 那么执行阶段 第一步就是键盘开始前 键盘开始前 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现场 看看那货物 有没有整齐的 整理好 有没有排列好 有没有贴上我们盘点的标识 而如果乱七八糟的 那盘点的结果肯定受影响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开始前 一定要观察一下 接着 如果有一些未纳入的这种存货 我们一定要查明 它到底什么原因 接着是我们键盘进行时 键盘进行的时候 注意有四个程序 这四个程序非常非常的重要 考试的时候特别容易考全不全的问题 什么叫全不全 这四个程序缺一不可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它只出现三项程序 而它漏了一项程序 你要一眼能看出来 它少一项程序 这点考试非常爱考 这四个程序必须记下来 第一评价 第二观察 第三检查 第四指信抽盘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评价 在评价这块呢 我们还要特别关注移动的存货 因为很多单位在做存货盘点的时候 往往会正常的生产 对这种无法停下来 我们要考虑一下 它原因是否合理 如果这家单位订单非常多 实在无法停工 它只能正常生产的话 那么这原因是合理的 接着对于这种无法停止生产 那需要不断出入库的存货 我们一定要单独划分一个区域 如我们现在是仓库 那单独在这个地方 划一个小小的区域 然后把需要出库的 需要入库的都放在这个位置 并且在后期 我们一定要观察 被审单位是不是按这样执行的 是不是全放这个小的区域 不要出现 它的这个计划当中是这样制定的 结果后期执行的时候 还是该出库的出库 该入库的入库 乱七八糟的 这样没办法保证我们存活盘点的一个 准确性哈 好 这是观察执行 最后我们要索取相关的资料 因为你看这一小片 过渡的区域 我们一定是最后盘的 那么对这块做盘点的时候 我们要拿到 它在这段时间出入库的相关资料 好 这是关于我们评价 接着是观察 那么观察这块 我们要注意一点啊 我们一定要在现场观察 另外我们要注意做好截子测试 哪些应该纳入到我们盘点范围 哪些不纳入一定要搞清楚 纳入我们盘点范围的 一定是在我们12月31日 它属于我们被审单位的存活 属于我的一个都不能少 不是我的一个都不能要 这点要记住 那接着是我们检查存活 检查的时候要注意 看有没有什么过失啊 损毁啊 腐烂啊 变质啊 成就等等存活 如果有赶紧记录下来 该拍照的拍照 为我们后期做存活地价 准备相关的程序 提供一个基础啊 那接着是执行抽盘 抽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要双向抽盘 嗯 从我们的单抽盘了存活 从存活抽盘到我们的 来记录表 好 这块一定是双向抽盘 一个是验证完整 一个验证准确性的哈 并且在抽盘的时候 要注意不可一见 千万不能提前把底牌 告诉对方 啊 我叫抽盘那个易货价 第三排第五个存活 绝对不可以啊 然后一定要拿到相应的记录 另外还要注意处理差异 处理差异就会特别特别 爱靠主管题 那么对我们抽盘出现差异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调查原因 如果真的是我们管理层 他们出错了 要求他们要根治 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还要特别注意 抽盘抽盘 它说到底就是抽样 那我们只是抽盘 抽了这么一小块的范围 出现了两个错误 那不代表这么一大片 一共只有两个错误 因为我们抽样 是抽小小样本 来推断大大的总体 很可能这整个 如果全部查下来的话 会出现20个错误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 错报潜在的影响 有可能要求抽盘 有可能对那一小块区域 做一个键盘等等 好 这一点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块非常非常要考 执行抽盘啊 那接着是 我们键盘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做三大程序 第一个就是再多看看 再次观察现场 看有没有遗漏的 没有纳入盘点范围的 有没有少盘的 第二个是 我们要拿到相关的表单 我们要把它的盘点表单 和汇总记录 要再对比一下 拿到表单的时候 一定要把 所有的都拿到 如未使用的 如作废的 好 全部要拿全 而且要看一下 它是否允许变号 和我们汇总记录表 要做一个核对 看看数据有没有差 有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要做倒推的程序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往往做盘点的时候 都不是资产负债表 25号盘点 1月3号盘点都有可能 对吧 那么对我们这段没有覆盖的时段 我们一定要做审计程序 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 只要它发生了变动 除非是我们12月25号盘点的时候 这家单位的存货一共是1万个 然后到12月31号的时候 既没出户又没入户 还是1万个新 不用做程序了 如果在中间发生了变动 你一定要做程序来覆盖它 这点要注意 也容易考评的主问题 那接着我们要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就是盘点的范围 这点前面强调过 还有特殊类型的存货 那么特殊类型的存货呢 考试的时候考评不是特别高 我给大家要专门总结了口诀 对那6种特殊的存货 看一下 接着是我们特殊的情况 特殊情况呢 考试的时候非常非常爱考 要重点重点掌握 这块哈 首先第一个 要分清不可预见和不可行 所谓的不可行就是 今天不能做 明天以及未来都不能做 它是实在做不了的 而不可预见呢 是暂时不能做 下暴雨啊 地震啊 泥石流啊 等雨停了 我们就可以做了 所以对不可预见 我们是择日栽盘 而不可行呢 往往是原因合理 考虑做替代 如果实在替代不了 就审计范围受限 另外要注意 不能说成本太高 然后我们人手太少 太困难了 我就不做键盘 那绝不可以了 那不是合理的原因 那第三块要关注的是 第三方保管的存活 对第三方保管的存活 我们优先做寒证程序 如果寒证实在是不行的话 那我们考虑其他的程序 如请人代盘 利用他人的报告 取得入库单 等等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个计价测试 那么计价测试呢 我们测试两块 一个是单位成本是否正确 一个是 是否要具体 计价准备 那具体的程序呢 对单位成本这块 测试我们供料 机还有 它们之间的分配 那低价准备的测试 这块呢 相对来说考的 比我们的成本要 频率高一些 我们首先识别 需要计题的项目 第二检查 可编净值是否合理 这里要特别注意 这个可编净值 一定是 它估计的售价 减去什么费用啊 销售费用啊 税金啊 销售费用啊 还有可能发生 其他成本以后算出来了 千万不能只用一个 估计的售价啊 好 这是我们关于 低价准备的测试 接着第五个是 我们应对5B 应对5B呢 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它分为两大块 一个是虚增虚构 也就是存在的问题 一个是账外的存货 也就是完整性的问题 那又对我们虚增虚构 我们要做到尖盘 要做好分析 要关注第三方的 保管这里的存货 我们一定要做好 寒证 或者是请他人 尖盘等等 那账外的存货 我们要关注转移的资产啊 盘亏啊 报废啊 多截转多好 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本章呢 由于需要记忆的内容 特别的多 对我们初学审计的同学来说 尤其是没有做过 什么实物的同学来说 记起来还是有点难的 内容特别多 记忆量很大 第二是对很多理工科的 学员来说很痛苦 天哪 又是记忆样 那没办法 那我们这张 考主观题 也就考简单题的概率 是很高很高的 B卷不考 B卷肯定考 由于这个存货键盘 在我们实物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是逃不掉的 那关于我们存货的键盘呢 我专门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详细的口诀 分为键盘前 然后键盘时 键盘后其他的情况 我把所有的要点都给大家放在里面了 而喜欢用记忆口诀的同学 可以参考用它来辅助记忆 那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我们记忆口诀是属于我们知识树的最上层 你首先理解原理 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梳理框架 就像我们的知识树的树干一样的 那接着是掌握知识点 就像我们的知识树的树叶一样 还有呢 掌握关键点 也就是一些一搓一混的点 最后才是我们的记忆口诀 记忆口诀是最顶端的 起到一个记忆的钩子的作用 对这种内容特别多 量特别大的 记忆口诀往往能发挥它的优势 所以根据同学们你自己的喜好 想用了就用 那我们本章内容全部讲完了 在最后呢 送给同学们一句话 向阳而生 灼光而行 各位同学们 能坚持学到现在呢 你们都是最棒的 坚持坚持再坚持 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